民間飛航追蹤軟體 卻遭到業餘軍事人士發現 就在15號美國最先進的P8V反潛徵搜機 竟然跨過大陸領空 濱臨海南島三亞基地 民間APP上顯示 P8代號編號169010的美方偵察機 先是大拉拉的繞著海南島進行任務 甚至一度停留在大陸三亞潛艦基地門口 由於波音737軍事化的P8A反潛機 不但具有自主空戰能力 這台編號169010更是特別搭載雷神公司 ANAPS154先進機載感測系統 同時又具有作戰管理平台功能 有如前線地空指揮所 P8A具有就是徵收情報 包含最主要是潛艦 所以他可能有藉此機會 來做一個情報的徵收 但倘若美方針踏入領空 蒐集離請早引發戰爭危機 無度有偶就連台灣的F16V 日前在民間APP上也出現 直奔大陸補填 越過海峽中線的錯誤異常資訊 而F16V具有強大徵收能力 且涵蓋隱匿功能 對此軍方呈澄清是未找資訊 而就在大陸南海軍人的敏感時機 520就職前夕 接人巧合不禁讓人懷疑 是大陸新型的電站所為 即便軍方不受影響民間定位的接連遭到篡改 選定對象又是美台最先進的伸縮戰機 倘若是陸方的電站演練 刻意所為將帶有濃濃的挑釁意味 接著董東俊 張宇軒 臺寶寶